歡迎來到852.2050,我是Kitt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Per Se的音樂呢? 我們今天就很開心地邀請到Per Se的Sandy Hello Per Se就是一個香港的二人組合 他們專門做詩式的流行音樂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只請Sandy 不請Steven呢? 因為Sandy原來也是一個簡約主義者 所以我們今天會說一下簡約主義 Sandy 你好 Hello Hello Kitty 不如先說說我們的淵源 其實我們就在HK2050 is Now的Instagram 今年2月介紹了Per Se的這首歌叫做《無窮》 不如你說說《無窮》這首歌的創作理念 其實《無窮》是我第一首寫的歌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試寫一次 但我覺得沒有一個題目被刺激到我心裡那麼重 剛好那時我實踐了《簡約生活》 然後又覺得海洋真的很漂亮 但很多時候都被污染或者沒人理 特別在香港這個地方 我覺得不是太多人去說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既然是要寫《環保》 那不如我自己出手吧 但是剛好好像那時是 Is it COVID or something? 是的 那時就不是太趕著要出那首歌 所以我就有三個月的時間 就是慢慢鬥那首歌 所以他寫了這份詞 那我記得我是真的日以繼 就是天天在想著 就是我想帶個什麼訊息出來 I think it's 和我以前做的歌很不同 因為我以前做的歌的理念 就是覺得I'm having fun 或者都有些訊息想說的 不是一個那麼強的感覺 然後我寫《無窮》之後 回來後有很多人有 feedback 說聽完之後真的會想多了這件事 或者他們可能沒有完全跟我說 我做了什麼環保事 但是他們有說這首歌很觸動到他們 就是真的影響了他們對人類和大自然的看法 那我寫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好 因為是二人 我們可以做兩個角色 就是Steven 你是做人類 那我的角色就是做大自然 那好像整首歌就是我們一個對話 就是這樣彈珍 我剛才一直聽 在乘飛機的時候 我就聽了這首歌 聽了很多次 就是十次以上 我就哭了 因爲 因爲 因爲我就覺得 哇這個根本就是我的想法 在那裏有些是說 在填填填填填海 然後魚的想法 我就覺得真的是我一直以來的心路歷程 因為他們不可以說話 但是只有人類才可以溝通 我們跟人類溝通就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覺得要為他們發聲 你接下來會不會做一些關於 做多一些大自然有關係的音樂 我其實都想的 我甚至有段時間是 我想自己會不會做一些大自然多一些聲音的音樂 可能是一些純音樂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好像坊間多很多 好像不是很需要我 我想找一個位置是特別需要我的 可能是不是那麼多人都做到 或者是我的姿勢才可以帶給別人 我覺得這個價值會比較大 所以我一直在背後的想法 我是想做一些這樣的音樂 對 我覺得一定會有很多人喜歡 謝謝 甚至於有很多人在做音樂 但是你是獨特的 你是獨特的 所以如果你想做你就做吧 好啊 那我剛才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好不如就講一下這個 你最新系列的歌 不如其實這個整個系列 你就是講這個神明 叫做糊塗神 就會幫人去找回他們的記憶 不如我們現在就找回你的一些記憶 好 原來有一個YouTube頻道 就是講簡約生活的 對 但是你就很久沒有更新了 對 說來慘愧 就是你找到我的時候 我就想想 哎呀我自己都沒有更新的 因為我那時候 開頭 其實我第一條片是講月經杯的 嗯 那我又是覺得 香港沒有人說 基本不能賣 可能是只有幾兩 五隻手指數得完的店 可以賣到那些東西 但是我又覺得其實 其實月經是一個很困擾人的 就是女人 很多年來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想宣揚這件事 但是我也有想過 因為工作上 還有我覺得我不是長期 都是一個被很啟發的人 就是可能我是要 突然間有些東西 或者有一個人說了一些東西給我 我就會 很興奮想做這件事 嗯 但是我又知道我未必可以 我未必答應到自己 可以每個星期都這樣做 所以我就 靜靜地在一個描述裡面 寫著說 會不定期更新 所以呢 現在都是不定期更新的 但是 你們找我都是我覺得很苦無 我是很希望從 就是認識你們 就是去交流 然後 可能都會引起我 轉頭 可以怎樣再持續 因為我覺得我身邊 沒有很多的人 在做這件事 嗯 我以往 去 吸收這些資訊 其實都可能是YouTube 就是外國的一些 可能是The Minimalist 最大 如果香港可以認識這幫 自同導致的人 我覺得是很棒的 嗯 我們找在正一個正確的地方 我們全部人都是很... 發佈的 我也有用到月經杯 我覺得這個是我 不知道我是多少年 開始用呢 2020年最偉大的發明 就是轉了用月經杯 YES Best of the Year 就是 今年最重要就是 轉了成月經杯 所以如果大家未用的話 就 立刻用 Try Try 很便宜的 是可以用一輩子 對 不是啊 我已經十年了 OK 用十年了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嗯 不如你說一下 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什麼觸碰到你 為什麼這麼熱衷這個 簡約生活 其實我是想 我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YouTube 你知道你看完一個影片 他會繼續推薦給你 我剛巧看了一個女生 我覺得她有幾美女 我很喜歡看美女 然後我就 有很多美女 在背後的鏡頭 然後我就看她的女生 那個女生其實是夾煮食 她也有說一下 minimalism是什麼 我覺得很interesting 這個女生 雖然我煮食不太好 但是我看到她的笑容 或者她的處置太陽的感覺 我是很被她吸引了 然後我就繼續看她的影片 去到有一個位置 她就說什麼叫做meditation 她有說meditation 是怎樣去跟大自然去 其實一呼一吸 其實你都是在感受你周遭所有的東西 It's not just 人 你自己一個 不只是想自己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connected 然後 從那個女生之後 我就開始看多了很多片 我想我在簡約生活 是真的有看到另一套Netflix的片 叫The Minimalist 她們就是兩個男人 她們就是小時候一起長大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 因為我跟她們很相似 因為我以前也是讀經濟 都是一些 不像的 不知道為什麼要讀 It's just for an interest 嗯 對 然後就玩一幕了 但她們就做了另一個轉 就是她們做到很高級 她們又很有錢 她們有車有樓 但她們不停在供應 其實她們是很大的負擔 然後她覺得 錢不可以購買幸福 Exactly 對 其中一個 原來她就自己 開始了一個minimalist 的旅程 她為什麼會開始呢 就是因為她的媽媽 然後她會開始幫她收拾東西 然後當她收拾那些遺物的時候 就覺得 哇 她整箱東西 就是我小時候的class work 她就覺得 那樣是尿片 哈哈哈哈 尿片很變態 這個不行 是功課 或者是畫面那些 從那個東西裡面 她就發覺 哇 原來人走了 這些東西已經沒有意義了 那開始她就 開始去扔東西 然後她又撩下她的粉絲去做 然後漸漸 她就變成了一對男士 就叫做the minimalist 我經常都聽她的podcast 真的很好 對不起 我要在這裡介紹另一個podcast 沒所謂啊 我們很喜歡collaboration 是啊 they're really good and they're spreading the message 就是在美國裡面 他們發出很多這樣的message 我經常都很想延長她 不過沒有機會 就是那時候開始 我覺得這班人是很inspired 嗯 還有她的podcast 她還要是不收錢的 就是她 怎麼說呢 她沒有廣告的 她怎麼可以做到沒有廣告 她就說 因為廣告是不好的 就是她覺得 沒有什麼一定要宣傳 如果她那件事是好 那就 擺出來就是好的 她們了 就是她們很大膽 所以她們就用patreon的錢去run 那件事 那她run得很好 越來越大 我就覺得 不可以這樣 就是 原來是可以這樣 都可以做生存 這樣都可以 有這麼多人聽 影響到這麼多人 其實 你可能 你那個minimalist 你覺得 可能 我現在很莫眉 有時間做 但其實影響可能很大 可以 即使那個美女 你看到她 對 就是一個人 突然有一條片 彈了出來 這樣就影響到你 然後你 你又寫了這麼多歌 又影響到我 或者影響到很多人 所以就 我覺得你是很有 這個influential power 多謝你 多謝你 真的很鼓勵 其實我是 我那時候開的頻道 我純粹是覺得 我是想跟朋友分享 但是 例如我有一百個朋友 那我不想說一百次 所以我就叫 我真的算過 當過好像這樣 比較划算 用可能十個小時 去做 講返一百個人聽 OK 那如果 我給你 十秒來 講一個recommendation 給人們 去 kickstart 他們的簡約生活 那你會有什麼 一個建議 一個 OK 這個很好玩的 建議大家 可以玩這個遊戲 叫做 A Throw A Day 我以前有個IG 叫A Throw A Day 不過已經划算了 你們是可以每一天去扔一件東西 如果 第二天就扔兩件東西 第三天就扔三件東西 你可以召善你的朋友一起玩 我那時候就是召善我媽媽 其實是逼她跟我玩 因為家裡有很多雜物 我想我們玩了二十幾天 然後你其實可以扔 有數可以的 你可以扔幾百件東西 嗯 而你是從這個扔東西裡面 發覺原來我自己不需要那麼多東西 嗯 對 有拿去回收 啊 說得好 對 扔是什麼呢 扔你有幾個方法 你真的扔 是不是 有些人 譬如說你用過的潤唇膏 這樣 就不太好 就算不適合 你也不要送給朋友 但如果是有些東西 其實你可以轉讓給朋友 絕對是應該留一個corner 我整個都是這樣的 我的朋友來我家 我就在那裡收拾東西 這個呢 這個我覺得你也很適合 這個可能你也需要 今天 我同事後面也收不少 我知道 哈哈 其實啊 我們製作者穿的那條裙子 都是我給他 是不是 有時候自己不適合 又不代表對方不適合 可能他也有一點想 他也喜歡 還有記得 給別人的時候 要多謝對方 因為我不想別人覺得 我正在收垃圾 就是要多謝他 你去接受那件事 因為那件事其實 他有他本身的價值 不過可能現在在你身上沒有 對 對 有一個意思 對 就是你穿那件衣服的時候 可能會想起那個人 對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 這個bond 我不知道其他人在想 但是我覺得很好 那你現在的衣櫃裡面 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件衣服 我沒有啊 我沒有去到可以說 我自己數的一件衣服 因為有一點點是 因為始終我做了industry 有stylist 可能會真的有很多衣服 其實不是我自己擁有的 譬如我今天這件衣服 不是我的 可能是借回來的衣服 就是套回來的品牌 所以我自己 我盡量不own太多衣服 我就希望是 可能有些品牌送給我 可能我有得選的 我就會選我喜歡 嗯 明白啊 盡做 明白啊 好吧 那剛剛就說完衣服 那不如說說你最近一條片 就是去日本的 那就是在這個下筆集那裡 跟steven 那就是去 去說一些字 然後再找回那個 對應那個字的一些衣著 我覺得很有趣 嗯 但是為什麼你會喜歡 古著或者是一些二手的衣服呢 其實那次我是第一次買二手衣服的 嗯 那我知道 大陸 不是大陸 Sorry 我知道美國啊 或者外國是很多這些 thrift shop 但香港 我知道不是太多的 那我又有一點 其實有一點抗拒的 因為我試過入那些thrift shop 我覺得有點味道 但是呢 我覺得二手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想試 其實就是在那裏試一下 那裏的二手衣服是怎樣 我想我對日本是有少少 bias 比較喜歡的 嗯 那我去那裏選 我想我特別深刻的就是 我有頂帽 那頂帽 那頂帽呢 看上去好像皮 那樣的 那我就很擔心 就是皮我不行 然後我就去問他 他就問他 Is it like a letter 然後他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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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是 是 是 就是駕皮的 那我就說 ok ok 那我也買 但是呢 都get me thinking就是 那二手的皮我買不買呢 這樣 那我覺得二手皮呢 就可以買 因為呢 我覺得 那個動物已經犧牲了 就是這個 我在那個 片裏面都要說 就是已經犧牲了 那為什麼 你再死了一次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類似 因為我是 主要都是吃素 就是 最主要的餐 那是有時候 覺得一些東西 如果來了 它本身可能有 那樣 有肉 那我吃不吃呢 就是這個就是 那個 struggle 就好像有一條 飲碰在那裡 究竟是激烈還是不激烈 是啊 剛才我們就是 午餐吃飯 那他最近一定放一支飲館 我喝冬的 但是那支飲館 就是有一個套 但是是膠的 那我就沒有用到 一直都放在桌面 誰知他一最後撿東西的時候 把他丟到那個吃完的意粉 然後我好不受 我說 我又追不及 拿回 不行 他已經沾到你的醬 然後我就覺得 很浪費 就是我做了個案 然後我做不到 做不到尾 這樣 是啊 然後我們就在說笑 說 下次我們是要吃雞 放回別人的位置 放回他的容器 就不告訴他 不用怕 接下來政府是會 這個立法 就是會管制這個 積氣塑膠餐具 那如果是糖吃的話 就未必有得再拿的了 那很好啊 所以立法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啊 逼你 逼你 一元都要給錢交代 我之前呢 在另外一個機構那裡 做又是寫一些政策的東西 我們那時候是很瘋 我們說10元 但是又要想回 可能普通市民 大眾也未必提供 也有很多立法 所以最後最重要的結論 就是要教育 然後也是要 帶你自己的袋 是啊 其實紙袋 膠袋 什麼袋 只用一次的話 就一定是不環保 是 幸好 不過我又覺得呢 那個帶你自己的袋 現在呢 去到有點濫了 就是說 你家裡有10個 那就是怎樣 雖然是為環保 但是好像越多越多 又覺得不是太適合 是啊 所以如果那些品牌 就不要再送 Toeback了 已經有十幾二十萬個 在家裡 沒錯 得罪了那些品牌 我們當然 不會啊 送其他東西 送貼紙 都不要送 什麼都不要送 講心意 心意很好 講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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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講一些東西嗎 我們什麼都可以講 因為我真的很開心 有這個頻道 我想說 關於送禮物 就是呢 因為以前 譬如我男朋友 或者身邊的朋友 去旅行 一定會送東西的嘛 對 一定要送 再舊一點 就是送攝石 那些完全不等待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選送 我現在呢 就是我叫朋友 譬如我去旅行 我都跟同事說 不用買東西給我的 或者是買點食 可以的 起碼可以燒得走的東西 嗯 因為始終你不是 每個人都會適合你心水的嘛 我之前有個朋友是 You know who you are because you will be watching 就是呢 他經常去日本 然後他知道我很喜歡的公仔 就是經常抽 抽完之後 就硬要送給我 不是硬的 就是他很深的 OK 但是我 早兩個月呢 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再送給我 我會問你收租的 因為我每一尺都很貴 你知道香港 我沒有那麼多位 你可以跟朋友說 希望他們不會再亂送東西 不要再送禮物 不要再買手信 是啊 或者我覺得如果真的想送 可以送一個經驗給我 體驗是無價的 還有那件事真的更加深刻 我會記得 如果我去玩那個Bungie Jump 我會記得我們一起出過一個船 船河 還有價值 一個記憶 一個回憶 是好過一件事 放在那裡 放很久 看很久 但都好像沒有什麼connection 是啊 沒錯 因為我們這個整個 initiative的名字 是叫做 Hong Kong 2050 Is Now 而這個podcast 就很頹廢地 改了這個 852 2050 其實是想大家說一下 你對香港在2050的一個希望 或者期望 看到香港是怎樣 那就 positive 令到大家都會有一個正面的改變 我希望香港是以後真的不開冷氣 因為我想在香港開冷氣 即我們現在這個時刻都沒有開的冷氣 其實都是有點熱的 但是我那次去歐洲 其實有些地方是沒有冷氣的 但是他們都很享受 而且我覺得在那裡的天氣 我會寧願留在室外 多於留在室內 我記得還有一次我在德國柏林 我就去了一間餐廳 我覺得那間餐廳本身 就是我看他的IG很漂亮 當然很想看 然後他就說 OK 你想進來 但今天外面很閉 他只有外面而已 我就說 為什麼 因為我超想進去看 他就說 因為天氣很美 我覺得是很刺激 因為我沒有想過 你知道香港 通常都是全部都在室內 室外的全部都是外國人 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 原來可以這樣共存是很好 雖然我自己是有點怕小動物的 但是我都希望有一天 人和動物可以共存 動物看到我們不會攻擊我們 我們看到也不會害怕它 Harmony with nature 好 今天就很感謝Sandy 上來我們的822.050 希望大家以後 或你想買衣服的時候 就要聽聽他們的首歌 無窮 你就馬上不會再想買任何東西了 如果你喜歡聽我們的Podcast 記得按讚 留言 分享 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可以留言說下 你有什麼心水的嘉賓 向我們邀請 我們也會試一下 好啊 好期待 你好像還有一些很厲害的嘉賓 對 記得留意 拜拜 拜拜